我們看這一點 剛剛說一個汽車 它質量是等於2000公斤 現在以30公尺每秒 速度是30公尺每秒 將移動 行駛於公路上 經預使該車在2秒內 ΔT是等於2秒 完全煞住了 則必須施以它多大的力量 你要阻止它 要阻止要有多少力量 那我們知道F是等於MA 所以那個平均力 F就要等於M 乘以那個平均交換度 平均交換度是速度變化 除以時間 現在 它的速度是從30變成0 停止 所以M的話是2000 2乘以10 30公尺 乘以的話 速度變化 從30變成0 就0減掉30 除以你的2秒 那呼報多出來 為什麼會有呼報 因為它力量 跟速度方向相反 所以如果速度是正的話 力量方向是負的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3萬 就是負的3 乘以10的4次方 牛頓 3萬牛頓 所以這一題 大家應該要選A 3萬牛頓 我會選A 1-3萬牛頓 3萬牛頓 3萬牛頓 3萬牛頓